桃園市長張善鎮七月二號現身機場 胸前還掛著公務鎮 偏偏這天他沒有公務行程 而是要送兒子搭機飛往西雅圖 我第一個質疑的內容是 為什麼市長為兒子接機 這應該是私人用途 卻持公務鎮 另外這些主秘啊 還有這些航警局人員的陪同呢 是不是因為市長 這個特權的理由呢 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張善鎮透過民航局主秘 黃炳遜指示下屬 替他兒子安排好出境事宜 還特地調整內勤員工 勤務時間來配合 甚至幫忙協調 只買經濟艙機票的張善鎮兒子 可直接到商務艙櫃台化位 張善鎮被爆出持公務鎮 直接進入管制區 黃炳遜甚至在通關後 引領張善鎮父子到貴賓室前 卻遭櫃台拒絕 張善鎮當下表示不能進去沒關係 反倒是黃炳遜直接致電給航空公司主管 要他出來帶人 新聞處長羅楚東回應 市長宋基並未主動要求 進入管制區 是受邀前往間斷寒暄 對於航警局內部如何安排 市政府不知也絕對無法干涉 3D新聞綜合報導